21題,那21題跟第18題 這個題目大概是類似的 ok,那我們看一下,他說發生爆炸 那麼一段時間之後 A,地面在震動 要記得把關鍵字畫起來 然後再經過10秒後聽到聲音 ok,那也是一樣問距離 那就是說跟剛才題目類似一樣的 你A發生爆炸 那有分別有D面的傳送對不對 還有這個聲音的傳送吧 ok,好,那這邊我告訴你 這個聲音的速度是340 地面的傳送速度是2040 ok,我來記一下 好,那也是一樣他在問距離嘛 那所以做法是跟剛才一樣的 就是我假設這個地面的部分 花的是X秒 好,然後這個聲音的部分花了幾秒 10秒鐘對不對 還有外加前面那個也要算嘛 因為他講的是再經過10秒 所以跟剛才一樣是 我先感受到震動 然後呢,再經過10秒以後就聽到聲音對不對 所以經過的是這麼多秒 ok,那不管是地面震動的距離 還是這個聲音傳送的距離是不是應該要一樣 所以又來了也是一樣 速度等於什麼 距離除以時間 所以距離等於什麼 距離等於速度 乘上時間 好,我也是用這個公式去算 好,所以我們先看地面的距離 好,那地面的話是不是速度乘上時間 好,那我先解X 好,那第一個 0跟0先月掉 好,所以變成是204X等於 這個34乘進去 就變34X加上340 好,那這個把它移過來 就變成了是 170X等於340 所以X等於多少 2 ok,那2是什麼 24等於是我花了兩秒鐘嘛 那題目不是問這個距離 它不是問時間 它是在問什麼 距離多少 那距離剛才講過了嘛 這個跟這個都可以當距離 那看你要哪一個 那當然我就找好算的啦 好,找這個2040X 所以就 2040乘上X呢 該算算不是兩秒嗎 那乘2 好,所以答案是4080公尺 好,所以答案是4080 ok,好,這個你看一下 一秒鐘